你是谁 偷偷摸摸在这里干什么 妈呀 可千万不能被抓到啊 我去 自己把自己撞晕 也真是个人才啊 谁在那里 保安同志 这里有小偷 小偷在哪里 就是他 不过他好像自己把自己撞晕了 我靠 天底下还有这么笨的小偷 近来偷东西居然把自己给撞晕了 还真是个人才 我去把灯打开 我去 居然是部门经理 原来他就是黑衣男的另一颗棋子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保安同志 你们直接把他送巡捕吧 好呢 谁是侯天宇 我就是 昨天晚上真是多亏了你啊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 阻止了假经理的行为 我们公司可就要蒙受重大损失了 那个叛徒 我平时那么看重他 他居然暗中和敌方公司勾结 想要搞垮我们 真是太可恶了 卧槽 假经理原来是叛徒 怪不得平时那么嚣张把货 原来是敌对公司派来的卧底 这次真是多亏了侯天宇 如果让姓假的得手 公司倒闭的话 那我可就失业了呀 想不到你昨天才刚入职 就在公司勤奋加班 也正因为如此 你才拯救了我的公司 我要重重的奖赏你 你说你想要什么奖励 要宝马还是要一套房 不用了董事长 年轻在于拼搏 房和车我自己拼搏出来就好了 很好 我就欣赏你这份态度 这样吧 既然假经理被抓了 这个职位就空出来了 那你就接任他的位置吧 从此你就是侯经理了 我靠 才入职一天就让我升职做经理 会不会太草率了点 尼马 他才上班第二天 就混到了经理的位置 最要命的是 他还得到了董事长的赏识 恐怕过不了多久 我副总的位置也是他的了 不行 我一定要找个机会 把这个祸害给除掉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难道是那个经理被抓的事 昨天晚上 我的另一个卧底 只差一点点就要成功了 结果居然被一个新员工给抓住了 尼马 如果让我知道他是谁 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啊 还有这种事 经过这次之后 老奸巨华的李云 恐怕会有所提防 所以山数据这招已经行不通了 现在你是我唯一的卧底 我有一项新的任务要交给你 优盘 这个老狐狸 到底想要干什么 明天我和李云要同时竞争一个项目 甲方要求我们各自开发一个APP 最终选择一个进行权力投资 你拿这个优盘去和李云那个调包 这优盘里全是乱码 甲方看到肯定会大发雷霆 到时候我们就赢定了 我去 竞争不过就是这种阴险的手段 也太缺德了吧 看我怎么盘你 记住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好的 明白 魏杨玲 你帮我找几个顶级的编程高手 开发一个APP出来 明天早上转载到优盘交给我 具体要求我发给你 好的少爷 虽然时间有些紧急 不过如果同时找一百人来开发 应该没问题 好的 钱不是问题 那就交给你了 少爷 这是按您要求开发出来的APP 您看怎么样 不错呀 这款APP完全挑不出任何漏洞 才一天的时间就做出了这种程度 牛批呀 少爷 您满意就好 现在大家都走了 终于可以行动了 小奶猴 李总办公室现在装了监控 我就不能进去了 所以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只能交给你了 那里面有一个跟着一模一样的U盘 你进去给它换过来 试诚之后 我一定给你吃好多香蕉和桃子 干得漂亮 我们快走 是谁 究竟是谁把我的U盘给换了 真是防不胜防啊 早上去竞争 将U盘交给甲方后 回来的路上我才回想起来 那个U盘根本不是我的 虽然样子一模一样 但我之前做的记号居然没看到 不会吧 我们公室居然还有内鬼 董事长 您昨天不是在办公室装了监控吗 不如咱们调监控看看 我已经看过了 居然是个猴子干的 不会吧 现在的猴子都这么惊了吗 这也太肥一所思了 这可就惨了 一旦让敌对公司拿到投资 肯定会抢责市场份额 对我们公司可是大大的不利啊 我再说一遍 究竟是谁干的 给我站出来 不然我直接报寻补了 不用报寻补了 这件事情是我干的 不是吧 居然是侯天宇 侯天宇 亏我们董事长这么信任你 没想到你居然背叛他 这件事情必须报寻补 我们要杀一警百 让所有员工看到 做叛徒是什么下场 嘿嘿 只要将这小子逼走 他就威胁不到我副总的位置 董事长 我们竞争成功了 甲方最终选择投资我们了 什么竞争成功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甲方看完我们设计的App后 非常满意 不断夸赞我们公司 不仅如此 他们还愿意多出两倍的资金 用于投资我们 居然还有这回事 赶紧将那个U盘里的App 打开给我看 好的 我靠 简直太完美了 我居然挑不出任何毛病 这比我原先那个骑马 要好上十倍不止啊 好 太好了 成功了 我们公司居然竞争成功了 莫草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们差点就误会侯天宇了 原来他换U盘 不是为了出卖公司 而是在帮公算啊 侯天宇也太优秀了吧 简直是我们公司的大功臣啊 怎么会这样 这家伙居然又搬回一局 小侯啊 我刚才差点误会你了 真是抱歉了 没关系的董事长 真没想到 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看来经理这个位置有些委屈你了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 我靠 侯天宇居然又升职了 入职第二天就升经理 第三天直接升副总经理 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吧 什么 副总经理不是我吗 他当了副总经理 那我怎么办 你说你该怎么办 自然是收拾东西滚蛋 你这种喜欢落井下石的人 不配留在我们公司 啊 苍天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的计划怎么会失败了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将优盘掉包了 你不想着如何提升公司的实力 专门盘算的去坑害别人 你不失败谁失败 最近运气也太差了 每次都是功亏一篑 既然如此 我只能靠着最后一张王牌了 这个任务你一定要完成 什么任务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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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